小女化不器当下正在火热更新 要说不器和陈玉之间可谓是问题重重 她来到苏州认了朱老太爷这门亲人 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继承朱家 不器被认在了九叔的名下成了朱家孙小姐 而另一边陈玉当时为了找神医也来到了苏州 她意外救下了丫鬟打扮的不器 却可惜没看到这脸两人就此错过 直到后来金王爷生死 陈玉知道了不器的身份 又从原重那儿猜到她目前就是朱朱 陈玉就半途离开了队伍来到苏州 果然见到了正式认阻归宗的不器 看到不器安全 陈玉也就放下了一桩心事 她并没有和不器相见 反而很快就准备离开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 不器被东方石抓走 还知道了她的意图 面对东方石的步步紧逼 不器非常的恼怒 但也无可奈何 在一次逃跑中 东方石意外发现不器竟和林一克有所关联 她好胜兴起 就改变了原本的主意 不器被送回了朱家 却放出是林一克抓了她的消息 就是为了给陈玉警惕 陈玉果然明白了不器的意图 但是为了救不器的护卫小家 她还是来到了朱口门前被不器看见 小人都非常的激动 却不敢表现出被发现 而是克制自己的感情 后来陈玉离开了苏州 却在路上遇到了柳清吾 她身受重伤被人追杀 陈玉把她救下为她治疗 柳清吾就一直跟着她 董方石从原虫的身上 怀疑了林一克的身份 推测出了陈玉 这个现在的东平郡王 她得到消息 陈玉正在和柳清吾在一起 而柳清吾明显喜欢陈玉 就拐走了不器来找他们 董方石还特意让人刺伤陈玉 果然陈玉受伤 柳清吾不离不器的照顾着她 甚至还故意趁陈玉脆弱的时候 和她躺在了一张床上 当不器 在董方石的大领下 见到了这个画面 她很不想相信 但是眼泪却控制不住 柳了下来转身就要走 陈玉急忙拦住不器 而东方石 却借机在旁边挑拨 不计伤心极了 当场打了陈玉一巴掌 根本不听她解释就跑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拜拜